今天AI的發展在Generative AI的情況下 是去一個很高速的發展階段 我們今天看到AI的用途 其實只是一個冰山一角 接下來會有很多顛覆性的改變 改變這個社會 改變民生 改變商業的模式各方面 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好好裝備自己 不要在而不理 一定要在人起行 去將AI適當地應用在我們企業裏面 如果我們不做這件事 一定會被人取代 現在方方面面 無論是國外、國內、香港本地 都是想拿取這個牌照 令香港成為一個虛擬貨幣的交易中心 而我們環繞著這個題目 會說一下它有什麼風險 有什麼好處 可以怎樣做 方方面面的可以令到大家 度一個深度的理解 而我們很榮幸請到這個四大會計師 他們可以將一個 全球、各地、各地、各地的遠景和近景都可以告訴我們 在今天的節目 我們在談論了兩種環境的歷史 螢幕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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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市场的市场需要在每个市场的判断 在每个市场的判断在中国和新加坡的判断 所以这些市场的判断应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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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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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